粉丝在直播间问我 马上要退休了 打算出去自驾游溜达玩 想买一个有越野能力的车型 稳定可靠的 2023新款福特探险者和2022 哈佛S9选哪个更好一些 哪个更适合于自驾游 给个建议 我想问一下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自驾游 你会选探险者是哈佛S9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这个建议 帮帮他说出你的理由 其实这两款车呢 自驾游都是非常不错的 自驾游除了要有一个 良好的四驱能力也能力 还要什么呢 有个好的空间 还有舒适性 底盘高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说 发动机变速箱的机械素质要过用 要更加的耐用 毕竟你需要长途跋涉自驾游嘛 它随时可以适用各种各样的环境 比如说高海拔呀 是不是 这个是你必须要考虑到的 首先这两款车呢 车上安全上都是非常优秀的 哈佛S9整台车的AB重 使用了1500多发的热身身钢 而且这个整台车的高强动钢 也使用60% 这个探险者呢 是由基于这个CD6 政治后驱动平台达到的一款车的 和这个林肯的飞行家啊 是透明台的产物 AB重强动更是达到了1700多发 整台车由鹏钢和高强动钢组成 所以说车的安全比哈佛S9要更加的 解释啊 所以点是车的安全两台车呢 都不用置疑的 非常优秀 那么底盘方面呢 哈佛S9要略高一些 略好一些 通货性要好一些 那么这两款车呢 都是搭载这个正直的发动机 哈佛S9是2.0的 这个探险者是这个 第四代2.3T的这个 温轮加发动机 扭矩485马力276 动力呢 比哈佛S9更加优秀一些 哈佛S9呢 扭矩485马力224 动力实际开起来 看着参数不达地 实际动力是非常优秀的啊 它匹配的是一个 采幅的8AT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非常可靠稳定 机车素质非常好 那么探险者是匹配一个 10AT变速箱 福特自己家的11AT 和这个猛前F150啊 那款CT4一模一样的 凯吉拉克CT5啊 CT6都使用这款变速箱 虽然是12档 低速行驶的时候 有一些顿挫 是吧 低速 但是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两台车子 这个越野能力上 都是使用伯格华纳的 市区系统 但是这个探险者呢 它是前后轮50比50的 动力扭力匹配 后轮呢 也可以实现50%到100%的 动力扭力匹配 所以说应付一些 轻微的越野能力 也是没有问题的 后驱动车的 是不是 但是它绝对没有 哈佛19 越野能力脱困力 那么强悍 哈佛19 由于有这个 前后插入锁的加持 当然高配有 低配需要花精细选装 如果说是你出去玩 必须得选这个 必须得选 在这个电子辅助系统 的加持下 这加上前后两把锁 它的脱困 越野能力 大大提升了很多 所以说脱困能力上 哈佛19 要比太阳软更好一些 所以空间方面 各方面 舒适度方面 两台车的也都算是可以 都可以 并且呢 如果是困了累了 坐椅放平 临时休息一会儿 这个空间也是绝对雇用的 只不过是哈佛19 它的越野能力 要好于这个探险者 就是这样 别的方面的车车都很好 然后底盘比较高一些 这个就是说探险者 它贵也三多万 到四十万了 是吧 哈佛19才二十多万 是不是 就是价格上 有个极大的差距 是不是 哈佛19开过来 大家都知道 越野能力 脱困能力 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优秀的一款车吧 这个探险者呢 它思续带步 家用 或者是偶尔 出于溜度玩 还可以 如果跑一些 稍微有点极端的路面呢 还得是哈佛49 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